上期不是讲到吗 剧组宣布了 谁也不许出酒店大门 是发现了罚一千块钱 所以 其实亚丽平时也不怎么出去 除了去超市买个东西 她出门主要就是为了踢球 给这个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 稍微增加点乐趣 这个足球场呢 离他们的酒店得有16公里呢 是当时那个冬奥会的时候搞的嘛 所以离他们这个地方 要开车就得要28分钟 因为这个怕你要是司机啊 你外国人嘛 不是已经被举报这么多回了 所以呢 他们就不敢用那个打车转件 而是直接电话联系 他们以前啊 用过的 而且呢 比较熟悉 而且觉得挺可靠的司机 他们啊 有一个白名单 就是在这儿啊 出租司机的一个白名单 就是专门在他们那个足球群里边 有一个人给的 而且啊 这个亚丽啊 和72号啊 还专门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要低调低调低调 低调再低调啊 所以大家都是从后门出去的 回来的路上呢 也是到了十字路口就提前下车了 为什么就 避免走这个酒店的大堂 怕那个剧组的人给看见了啊 这这钱就被罚了 而且估计以后再想出去也不容易了 在亚历涨这么大啊 还真的是没想到 居然还要偷偷摸摸的去出去踢一场 这个球赛 当然在球赛 球场上 它是特别特别放松啊 球员间啊 其实也有分歧啊 或者是打架什么的 但是呢 这时候 所有人 尤其是这种来之不易的球赛 输赢 所有人都不在乎了 干嘛 什么分歧啊 也不吵架了 也不也不干了 只是希望 开开心心的 踢完真相球 赶紧回去 因为这个72号的 这个 我的命运 我来掌握 我来创造啊 受到这种鼓励 亚历也开始啊 慢慢的把自己特别爱怕 麻烦啊 容易放弃的这个性格 稍微的改了改 也开始啊 积极的组织 球赛 而且一组织就组织了好几场 晚上回到酒店啊 那肯定就踢的累的 就身心疲惫的啊 不过就是因为我的命运 我掌握 开始对自己满意起来了 而且啊 而且啊觉得比其他的那些没出去踢球的 那些人的幸福指度好像也比人高了好多 没想到啊 这个足球的命运也需要自己去创造 如果真的是按照亚历以前的性格 那肯定是球是肯定是踢不上了 这个酒店啊 没有冰箱 在这儿啊 其实他们差不多住了快半年的 因为那个整个设置的给他们签的合同是五个月嘛 那他的很多的营养啊 就只能靠什么呀 三氧盘泡面 八宝粥 酸奶 麦片 地瓜干 叫什么 有一种米饼 还有这个核桃 天冷的那几个月啊 大家都把那窗户外边的那个 那个 那一点糖啊 给当做冰箱啊 把酸奶啊 果酱啊 就排在那个窗户外边 可是这个剧组啊 给提供的就是中国人的那种 习惯吧 就是种盐 种油 这种啊 好多的老外是消化不了的 而且啊 他大概这个胃啊 受不了 吃了一周啊 就觉得太腻了 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哎 没想到啊 这一下 雅丽又发现了一个自己能适应的能力的另外一面了 就是啊 在72号盐里边 他已经是一个可以吃干食物生存的一个神奇人物了 嗯 点外卖 看电影 全是这种 无聊的时候啊 也会跑到附近的小山呢 呃 爬了真的 他都数不清了 不知道多少遍了 那后来呢 不是 慢慢的啊 时间也长了 你不能老打车出去踢球啊 所以就在附近有一个停车场 在那儿呢 小范围的打来打去的 踢个球 嗯 要不然呢 就是在酒店的那个楼梯那儿上下 上下楼跑 他是住13层 一直跑跑跑跑到负二层再跑上去 有时候啊 也会把这个剧组里啊 所有的意大利人都给叫过来 拿那个水壶 就是煮水那个 煮开水的水壶啊 煮他们的意大利面 嗯 后来还给戏称这顿饭叫监狱餐 可是啊 就这一面 就这意大利人在一起 拿一水壶煮意大利面 也让大家啊 有了一种就是 重新跟世界接轨的感觉 有一种家的感觉 嗯 热闹 笑声不断 在路边啊 还发现了两只发抖的小猫 于是大家决定啊 把他收养了 用那个水果店啊 剩的那个纸箱子跟人逃过来了 在这个酒店门口 给他们搭建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这小猫呢 就专门喝剧组给发的牛奶 后来啊 大家还以电影的一个题材为灵感 给他们起名叫 Corea和America 就是南韩 或者是朝鲜 美国 这不是他们来拍那个 抗美援朝吗 牛 哈哈哈哈 嗯